黑熊闹春秋 青刻兴亡过手 青石几行灵性 北盲无数光秋 前人播重后人收说是龙征 胡斗 接言 长平系列经书 三一二代 今天咱们说的这一文呢 叫做十五冠 十五冠 这个冠是一个钱币的纪连名词 以金银为主要应封货之后 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冠这个名词 这个词大约是多少呢 有一个相对比较确切的指数 不同的朝代还稍有区别 咱们今天这个书说的是明朝冠令年间的事情 那个时候一贯钱就是一千个红钱 一两银子呢 大约相当于两贯到三贯钱 十五贯钱其实合起来也就是五六两银子的样子 但是在明朝冠令年间那时候 这五六两银子 就可以干一个小本买卖 能够养活一家两三口人 大概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 十五贯钱 这是本门的一个主要线索 这是一个冲满的书 有一些悬念在里面 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发生在明朝冠令年间 什么地方的事情 顺天府也就是此地 北京可不是北京城里 北京城内 那个时候北京这个地域是非常之大 顺天府下售二十四个周见 包括现在河北省的廊坊 河北省的保定 都在那个时候顺天府整个的管辖之内 那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发生在青南大兴县 青南大兴县 有一个地名 一个小兴庄 百十多户人家 叫小王庄 小王庄啊 大王庄啊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那么这是小王庄 在小王庄里边呢 有这么 数女俩 共同相依为命生活 女儿 叫苏须涓 今年的十八岁年级正职 妙瓶松花 虽然不说是长得 陈庄若远毕业羞花 但是气质非常的高贵 因为读过诗书 那时候 这个孔蒙知道 可以说是你子无才便是德 但是苏须涓打小 我是读过一些诗文的 诗文端ению 如果写信啊 作诗啊 都不成大问题 uyor 嗯,不吃吃吃喝花,孫徐娟跟一般的周圍的小姑娘家就長得不太一樣 永恆的情侶,由內而外 並且來說呢,這個孫徐娟呢,為人既有一股的剛祥,同時又有一股的溫柔鮮亮 這剛祥提供在哪裡,因爲當時他都附近,父母倆相機為命 在一起共同生活,但是家裡非常的平凡 家裡邊是三爹小貨房 一個東屋一個西屋,中間有一小棠屋 孫徐娟一人住屋的,中間是平時在一塊聊天說話的地方 家道非常的貧困,但是,從來都沒有因為家道貧困而有任何的抱怨 靠自己逢窮,幫助貼腹家喻 什麼叫逢窮啊?就是姊夫四連,神家衣服破了 神家有個這個瘋瘋瘋瘋瘋,站著臉臉,他幫著幹活 真憲國女工業作為好,賺一些零用錢幫助貼腹家喻 這個虚是哪個虚呢? 是這個成功的成,中間的那個橫折勾,變成藝術的那個虚 有很多那個朋友啊,分那個虚啊,物啊,樹啊,分不太開 其實有一個小聲鼓溜,叫什麼呢?橫須點書不中宮石子交叉那個融 就是把那一瓶,上面加一盒的話,石子交叉,就是融馬一聲的 那是蘇須娟,娟就是女子堂那個禪娟的娟 十八歲,苗綠瘋 咱們父親,您注意,蘇須娟的父親姓尤,叫尤吳 這就有意思了,為什麼說,蘇須娟這個姑娘她的父親姓尤呢?其中沒有引擎,書中換表 蘇須娟跟這個尤吳吳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想當初蘇須娟出生的時候,老蘇也在大興那,還是真是一方的父母 不說父甲一方,但是使奴換輩,衣食不缺 一直到蘇須娟十歲上下的時候,突然又無疑 家有做買賣的,老父親在口外跑生意 結果呢,這一年冬天,染著風寒 回到家住時間不長,一病不起,氣你覺得是夢 你看做買賣,這買賣家死了 肯定他有欠外婆人的錢,有別人欠他的錢 但是,只要是一死,准是債主的上門 所有欠他們錢的人,一個都來了 一天到晚都是要賬的,到最後 家裡邊還賬也好啊,然後給老頭搬的當事也好啊 還有一日兩,兩日三,坐吃山空 蘇須娟跟母親,時間一長,家裡邊去 家族四季就是,大房被賣的 後來有人說,這個勸勸蘇須娟的母親你帶走一步 那這麼談,找誰呢?找到當地有人給說,說有一個姓柔的 叫游葫蘆,有手藝 游葫蘆在當地有一門特別出名的手藝山 號稱叫一刀准 就是說把這個,這個,豬啊,司法刀根體把它團好了 往上一捆,有一盞特色的小刀 啊,是游葫蘆貼身隨身永遠帶著 小刀不長,一起來長 他自己拓製的,上面有一個小豬 幹嘛使呢?他這是什麼? 順著這個,綁好這個豬,這個豬下火著 趴一刀捅下去,往下一順,往裡一帶 這一刀下去,一直通到豬的肚臍眼以下 一收刀的時候,一開這個豬腐的兩塊皮 整個豬的內臟,一下全下來,不用再掏架照 一刀准 那在當地這一刀是非常勁的 但是,那個時候,說實話 天天吃得起豬肉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尤其呢,這豬腐的有老漢 在娶了這個蘇徐軒,那個母女之後 就是走了一步嘛,娶了這個母女之後 這個,自己隨著年歲越來越大 慢慢慢慢的,手硬有點潮了 買的也沒有原來好 本來就不是特別多的買賣,能夠讓家裡邊分金石 本來就不行,後來時間異常的,買賣越來越消脫 又過了大約兩三年 在蘇徐軒十三年這年頭上,蘇徐軒的母親,就得了重病 一步不起,後來氣氣奄奄起著兒王 就剩一油葫蘆,帶著蘇徐軒父母兩個人過日子 後來,慢慢的,這個日子 要過好一點怎麼辦呢,就只能是蘇徐軒幫著父親 幫陳一點,曾經過日子 即便是這樣,也可以說是家 無隔夜之量 那,家庭這些混成功 父母倆呢,雖然說這麼貧困 但是過的日子,感覺還是不錯 為什麼?這個幸福與否啊 其實跟丟有的財富的多少,沒有多大關係 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的,知足而足 有人說過了一句話,說你什麼時候都幸福了 知足了就幸福了 你不知足,永遠不會進去 這句話是絕對的正確的 那麼,父母倆兩個人在一起 雖然說比較窮困,但是過的日子還是比較樂觀 話說就在這一天 夏天天的時候 蘇徐軒呢,自己一個人在家,在唐谷這兒坐著 總是真心活 每天晚上幫黑兒啊,跟現在的話 這個七五點鐘,因為夏天天呢,七五點鐘天兒更黑一點 還不是特別黑,擦坑的時候 一般都是這個時候,自個兒這個父親就回來了 總之地盪著父親 可是,今天與往日不同 首先來說,這個天兒特別奇怪 天兒沒塌坑的時候,開始下起飄過大雨 哇,這雨就成個片子啊 按道理說,北京啊,下這麼大雨 時間不會,愛上雷震雨 頂住,十分之二分鐘半小時到頭了 哎,結果這場雨一直都沒停 等著吧 一樣,也不知道自己的老父親到頭去哪兒 這樣就遊燈 後來大概八十點鐘,之後已經很黑了 繼續等 跟著現在的話,應該已經到了幾個時 也就是十二點的時候 噔噔噔那 踩雨水的聲音,從外邊走回來 這是熟悉的狡 orth 那他們自個兒都喝起來 从外边光荡一下,把院门推开,登登登登登,跑进来,亮亮向下,是一张背着的大布,什么叫大布?就是整个一块大布,中间呢,缝两布片,前后搭成这么一个两个口袋,这口袋里边能放过这个钱钞啊,能放过日常常用的东西啊,一搭,背着个大布。 登登登登,跑进来,亮亮呛呛,摇摇晃晃,这么快事,可久了。 这游葫芦,为什么叫游葫芦?其实顾名思义,酒葫芦的意思,这游葫芦从小到大就会杀出一门银,没上学,没误书,不是字。 但是,全笔下有一个字,甭管真草立传,颜与欧照,拿过来准认是酒。酒这字,甭管你写的多两个,好什么样,打远了一下啊,小伙,过去喝两口,总酒必喝,真酒必醉。 今儿甭管,又喝酒了,指不定跟谁,哎呀,喝到这都玩了。 啊,夜里十二点,才回来,登登登登登,跑回来。一看,父亲回来了,赶紧把父亲让到桌前,坐好喽。 别吹我你,你被热水了。哎呀,老父亲,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外面就下了这么大的雨,你看,浑身上下都淋湿了,赶紧你脱下了,我给您换一身,干净衣裳。 这意思啊,就上你屋,要给自己老父亲换一身,干净衣裳。 再看楼衣裳这身,趴在桌子上,脑袋涂在暗门上,一白手。 这意思不太想说话。 不让我换衣裳,这一会儿不得着脸吗? 没关系。 游葫芦钻过旁边的水,喝完之后,缓了大约五六分钟,一直很静落这个屋子里边。 外边的女生哗哗的吓着,两个人毫不声响,令大家的灯光照着。 这个屋子显得特别的清楚。 游葫芦钻之后,游葫芦,缓缓慢慢地坐起来。 你,警索没疯了。 姑娘,失几了。 老丁,你怎么突然问这话? 我跟您这都快过了十年了,您不知道我多大? 一十有八,二九,芳华。 你看啊,有个事儿。 不小了,十八十大了。 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家。 而且来说咱们家,家屋隔宿之粮。 这么准处。 你也知道,肥肃是一天比一天大的。 沙族的手艺还在,但是,这马那是一个来一个不好的。 嗯,我有一天比一门轻视。 你看,如何呀? 哎哟,老天,等突然一说起这样的事情来了。 哎哟,不知道,说了,紧接着由五路往下去。 你还记得咱们村中头有本村的一个大部,家里边姓张。 张也有因为张三公子吗? 张三公子我当然记得,跟我年龄反无。 但是,张三公子是一个半憨的。 半憨,说从小到大,甭管上学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 从来就什么事也干不了。 半喷半喳。说这人多是啥也不至于, 半分就是这个吃辣椒的自己的那些都快, 生意的一家都就…… 啊,这是个半憨的。 你给批他做什么? 啊,半憨啊。 那个人可是什么好人呢? 而且来说,张立九泉,张三公子,他大哥,他在朝廷,人家那是文革 二哥在朝廷是武将,这一家的未来,可是一时无忧,我就搬起这个张三公子了 老弟,这事情你怎么没有跟我说呀? 突然之间说出这样的话,老弟弟,我多难从命,你明天早起,赶紧把这种混事退了 退了,退了,退了,你已经来了 把搭子往桌子上一搁,一到那个口,一桌的空间数不尽多少,也没凝数 这一吃是合意,这还有合意吗? 张立九泉把病情都给了,三日之后人就抬花叫霍邻居 你,你就算是为了你爹爹,你为了你自己到张立九泉了 老公,苏绪军从来没有埋怨,但是说,把自己宗生大事洗牌给那么一个半傻不眠的人 甭管家里边是家财万贯也好,是使徒换贝也好 人家财万贯也好,人家财万贯也好 可是这个时候有精工,父亲在说,你看这满桌子上的钱,父亲肯定是不会贷税 你,你,有几句话想说,说不出来,这时候再看父亲那儿趴着桌子上,又睡着 这时候怎么办?三天之后人就过来允许 这,这是真的吗?怎么就早不做梦一番呢?什么,什么新照都没有 我今天一夜之间,不仅从外面拿回来这么多钱? 哎呀!想来想去,什么事儿就怕一个人琢磨 越琢磨道越战,越琢磨越害怕,越琢磨越难受,苏子越想得如意 我跑吧! 连夜之间我玩玩好,就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怎么办?想来想去想起来,自个儿有一个意义 大自个儿跟着母亲改嫁到龙虎家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那个意义 因为那个时候教你也不办了,这已经在哪儿在京北昌宁 现在说京北昌宁坐车有两个小时肯定到,可那个时候要走,走几天 再加上姑娘,小小的大姑娘,说什么能卖 这 得嘞 我一夜之间往外跑吧,找我的姨母去 可找这个姨母,找这个姨母,我这么晚了,外婆还吓得冰荡 那雨水倒不怕无所谓,倒上半夜要碰着点儿 拦路抢劫要不止是坏人,我可怎么办呢? 想想,我得拿点家伙儿 赶紧,赶紧到屋外 对你们俩就是家里的那个小厨房 我那砍着的,拿过来 就想拿着这个服子 想想都行 我光拿着服子 我得拿几件换起的衣服 又回到自己屋,拿几件换起的衣服 我这个小包子,这意思 我这包子拿着那个,不能走 不行 还不行 怎么呢? 我这一宿肯定走不到场 说不定走得半道偏亮之后 就碰着很多的路人 我拿着一把谷子 这算怎么回事啊? 有光摘看着我,这肯定要怀疑啊 苏玉天这种念过书 心里边想的是读 我就说不定 说不定 那我拿着什么 哎 night 这有藏屋一看自个的布 婚姻还趴在桌子上 咱们刚才说了 安慧琪一刀准 这把小刀特别是一刀的 一直有别的咬喉 不离事儿 婚姻一把刀给我拿着 一直来常常正好放在我这刀里边 外面上的念一道真有什么坏 让我揣出来 不跟着干 不跟着拼命 想起来 把这鼓的注意 扔到这个 浓胡鲁啪的桌子 从父亲摇下来 慢慢地把这个刀 退出来 把刀里头 刀子红心系好了 把那小刀子 就往外跑啊 就知道奔着京北 是昌庆府就一直从南往北跑 也找不上什么好道坏道 天上偶尔打雷能找一条情形的道路 深一脚 浅一脚 浅一脚 湿一脚 一脚 这话从这个夜里 刚才倒来倒去 从夜半五十 大约到也就是现在的一点多钟 从一点多钟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第二天 早上大约六点多 清风方亮与庭外 你庭外在这个时候走到哪儿了呢 走到离当时金城大约还有不到十里路的比较小道上 有的人算命的距离 他怎么走了一宿 从夜多走到六点 十五个小时怎么才走这么点儿路 注意 这里边可是有点子 首先来说那个时候 这个女孩游戏作为苏群真来讲大门不说二门不慢 到时候不熟又加上一夜之间天降大雨 心里又急又慌又害怕 走到中间还走差了两个人 而且来说我小家 小家都走 所以说走那么长时间 再走到一个小道上 行再往北 继续顺利的小道 往前走 顺利地就到金城里头 人都多了 就什么都不怕 走着走着 到一个小岔路口 什么样的岔路口呢 有西过来一条道 往北执行往前一条道 但只要执行继续往北走 西点儿 但离自己也就是五六十不远 从那边走过了一个人 这人年纪大约在三十岁左右 可现在的话应该是在不到一米八的额头 那 我们尊着天庭保满的一个方圆 可以说长得非常的不错 隐蔽带有一丝书字之气 但是呢 这个医生打扮都是粗糊的 清澈的粗糊于衫 也是背着大宝 大宝也是鼓鼓囊当 一间也装饰不少东西 一看这个网图就是某个店里面的帐篷 或者是大锅地 这么一个人 这人书出来不少 姓熊叫熊总兰 家呢 也是清澈的人 是清澈不安的人 但是以什么为生呢 从小啊 父母双亡就和哥哥一个子弟一个人长大 那么 在啊 一个叫陶富珠的 原来家里有房屋 大小的大小屋 这陶富珠家里干嘛呢 是到头来去办山坡 那时候都出山坡 在山坡那边有很多的吉毛市场 有官卖的人呢 把这个人身 貂皮啊 陆融啊 这种官卖的商货也过 拿到商贷官的这个交易市场 草古卢就是到的交易市场 进这些商货 然后回来到京城里边贫卖 家里边干嘛 就相当不错 熊友兰就跟着陶富珠干过 从小干了十年 今年你三十来岁 你说这一天这是干什么呢 熊友兰这一天啊 跟自己的主人陶富珠越好了 头几天陶富珠就已经从固安出发 奔了京北昌平 运好了在三日之后的京北昌平 某某某某客战 你不是说就越来往这干嘛 在老店里头 那儿等着他 那天 两个人会合一块 奔为山海关区 那么说为什么熊友兰晚了几天呢 因为啊 这一次办山谷之前 有几家相熟的人家 也要办一些山谷 提前哪 都说好了 好 说你什么时候出发啊 真个信我们 存点钱 一天存点钱 给你这个 让你这个伙计熊兰带着 啊 啊 等着那天 曹可如先去了 熊友兰呢 收了几天的钱 都到这儿 搭过了过 这一天早上 说得很早 啊 顶着雨 老板 走一段时间 天空放亮 那么 走来走去 走不到了 这个想察悟了 一条武师父 他看着前面有一条 奔北去的路 但是呢 心里面有点儿跨魂 啊 这条路没走过 啊 他迷迷地想到 对不对 你是不是该从这儿往 往这北去 到这京阵呢 还是应该再往前走一段呢 自己拿不太准 想问个人 他在这儿前面 前面招出后招件 走来走去 看着咱们 诶 那路 俩都说 阿吉通通通通通往那里走 fian说 这一句不就得了吗? 好,离着大约还有三、四十步远的地方 熊主兰喊了一声 二众里姑娘,请留步 这一时其实不大 但是当时苏西轩的心情非常的不大 走一夜 有泪 有恶 有冷 又受了一夜的惊吓 走到这个时候,无惊之了 想继续往北走 走着走着,这时候听着眼说 姑娘,且慢流步 啊,听着这么一声 他没有想具体这声是要干什么 就听着一个男人在那喊 心里不是有光 一个脸就跌了 摔到地上 那个时候可全都是黄土路 而且下了一宿的雨 那么大的飘泡大雨 从帮喝的时候一直下到早晨五六点钟 那是雨啊,水啊,全都是一腾又一腾 再加上没有人摇一条摔地 整个儿全遇上下,全都是好事 哎,不好往起爬,不是爬 往起站两站没站起来 哎呀,这时候熊子来的,哎呀 你说我这不是办 把这这么老远喊人的姑娘干什么 您知道这个道路这么不好走 喊人的,你看 把这姑娘摔了 赶紧,她也是好意 登登登登登登 往前走了几步 注意,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去穿这个姑娘 哎,姑娘,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明朝 冰衣姐的姑娘 男女受受影心 她想的是什么呢 就掺个脚扶起来,哪张的银口 而且前不着,后不着 让人能看见谁呀 扶起来不是就完了 可是,各位 有风景的姑娘 瓜贤不纳于离下和正关 什么意思 一人 走走看见那边瓜贤 走路过这边瓜贤,走到瓜贤那边去 走走在瓜贤里头 瓜贤里头 怎么办 第一人来提一下 他们的银往前走出瓜贤的提鞋 为什么 你在瓜贤里头提鞋 这不让人看见了 你不是偷偷爱偷光 你说得清楚 你一下锋正关 走迹片银沿下面的,离树直子 把自己的帽子扒拉歪了 正一下再,在正我先走 我一下,背起草 买一下,突然往前走 走出银沿在正关 为什么 你這是正觀的 還沒有人看見的 你不是通理 也是通理 你說不清 掺了這一下 十指棒就這麼幾秒鐘的事情 掺起來不會完了不壞 掺的這個時候還沒完全起來 大男來的一條大小時候 蘇西村呀 從大興往這邊來的一條大 來的一批十幾個人 在那兒喊 蘇西村 您把臉走 站住 別走了 蘇西村 使得一下勁兒 幫起一站就回通一站 十幾個人全是人事 都是村裡的村民 沒手的一個 是這小王宮的村長 啊 聽哪 這王孫孫 聽哪 這王孫孫 叫什麼都無所謂 反正是王孫長 啊 啊 看 看 看 這王孫長在這十幾個村民 啊 看 這十幾個村民 啊 走也是走的一條 应该是刚才冒着鱼蟒那种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得非常快 比他的足标快多了 因为人家是轻轻熟 而且十几个人在一起 甭管是天黑还是天亮 人家党子大也不怕 登登登登 眼看着就吹了 分明就是笨的东西都来了 到目前 这时候苏议员站好了 两人再给你发个手 发个手 发个手 刚才两人扶起来给人家 让王孙长看个门眼 大路进前 王孙长 您没领悟 苏议员了苏议员 你吃 nigga 王孙长 您没领悟 苏议员 苏议员了苏议员 苏议员 苏议员了苏议员 所以说了毕竟,苏西川以为什么呢?以为是自个儿老爹爹醒了醒了之后,跟这个王村长就说了, 我让姑娘巡派给孙农老师张的大伙,巡派张的公司,国内部落役,连夜跑了,准时跟这个王村长说了,王村长就带一批人来追我来了, 决住我这个事儿啊,传不罪,违背我父亲的意愿连夜跑,而且说十八大九的姑娘这么连夜跑,那肯定是不守不道吗? 我赶紧陪众是,哎呀,王叔叔,平时论背的能叫什么,王村长说,你别这么说,我这心里也是有苦,你还有苦中, 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说好你就好,你还有苦中,这个人是谁? 看我旁边人在一块儿心的心的心的心,心的心就好, 看我旁边人在一块儿心,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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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雯心两个人作为,蒙面从来不认识,一直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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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头不认识,不认识。 哼,否告你,你这么大姑娘做什么事我都用你。 你也直接跑出来跟你个男子一起 拉拉扯扯,你必须为个面 你做这么大的事情,你心里面没有亏吗? 一点儿都不害怕吗? 我是害怕,但是我愧疼,我愧疼回来 你不知道你办的好事,我不就是办一包 你到底为什么跑出来 几个句话真把孙许愿问毛 多大的事情啊? 不就是让我嫁给你傻子我们的嫁吗? 我,我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哼哼,孙许愿 你爸死了 让人意义都给屁,不知道 啊? 这种情不比? 什么? 不出不可能啊? 我昨天的夜晚间夜晚子时从家里面跑出来 那时候我父亲干生正容的 那老头虽然说是岁数大点 但是那时杀出的好手体质特别好 怎么会半夜 马上跟杜甫的皮简直就如同坠的物理梦一样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这时候旁边有村民说 不论吗 他说什么呀 摆明了就是苏军丹 咱们呐 第一 不想清空的父亲和咱们这种会顺势 第二十八大学 你看咱们这咱们吗 三十两咱们寺 两个人只不得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咱们好呢 父亲 他父亲跟他也不是亲生的 他父亲有五公分的父亲对不对 从来没有过什么亲父关系 他呀 准是我从这个亲父两个人一起把父亲害死了 对对对对是怎么回事 黄村长一想 对 说对 好 昨天 昨天 昨天这个 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这个 这个 游户 游户大陆里边还有很多钱 说你把钱就不走了 哈哈哈 他 一看 哦 这熊有来是用这些 奔奔地大肚专家 这些人 三生的两生的马肩头龙儿被洗了无毒地去,把这两个人给抓起来,送送送送,送到大兴建崖,刚到送大兴建崖,苏氏,用这儿牛尾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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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兴建崖起来,我在这儿跟他是素不相识,你们说我是奸负,有奸情 我的父亲这儿又补了一字,又披死了,我这么觉得就简直就独如独对梦一般 你能不能让我回家看一看我的老父亲?回家看一看我的老父亲 你能让我回家什么样子,你现在不知道?不知道! 如果说你不叫我回去看我的老父亲,我在这儿绝对不走 我瞪一下,苏伊勇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字,旁边其实还有眼神撞在家里面 一使劲儿,虽然说网着,但是网着地理所因素,就做地理所做 我瞪一下,你不结婚在附落地是吧? 来来来来来来 压着多 上村里 登登登登登这帮人家人 旁边凶手拿开门去哪 哎 你这家人我呀 我跟他从来就不认识啊 我不知道你这儿是怎么回事 什么废话 咚咚咚 然后旁边过几个小伙伴的后背连着来几拳 把这大蒙子推上去 一无法 回到了小蒙子 这个时候整个游湖在他们家里 三层 卖三层 已经被村民都围上了 最里边 已经来了一批官差 让所有的村民都能往里边进 这个时候 王宗长在里边到 跟这一批官差 不就 把他离开了 这就是死者 永恶湖的 女儿 苏继俊 我忘了把他带来 他说他看一看那老父亲 没什么 没什么 这个很奇怪 这 既然是他的女儿里面 都要混着了 不晓得这女儿有事 不晓得这女儿 他必须别问了 他 让他看一看 他 让他看一看 压力不一堆 光是闪一下了吗 里边有五座 正在堂屋里头 检查整个的现场 忙于尽早的几步 一看见堂屋里 桌子旁边 整躺着 自个儿老父亲走 工作失手 住外子 太惨了 整个地面之上 摊了一大堆血 周围连桌子上 带墙上 借了很多的血 这油 露 仰面 冲上 顶梁门这 一把死子 就临走的时候 苏须学生的桌子上那把 指指的叉着 两眼往上瞪着 死下药头残力 一看此轻刺警速于一家 一下子落入 心疼 再这么说 自己跟自己一心不仅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十年 咱们说父女俩的感情非常好 虽然说这个父亲把自由给卖了 但是实际上他也是为了这个家 有人赶紧叫两个女村民过来 把他前胸垂在后背 灌了一口水 苏醒出来 哎呀我的爹啊 连出在好处里这旁边往哪儿去 少在这儿给我坐去 有个地方让你说出实情 赶紧有人就把那两个人压上 压到了县压之上 县压老爷叫什么 叫过于直 过上哪个过呢就是过去未来的过过去的过 于是于事物的于 直是执着的直 这个老爷 什么都好为独有一二居内 特别的怕老爷 特别的怕老爷 有的人说怕老爷有三种 有金钱怕 有势力怕 有财 相貌怕 今天怕 人家 媳妇家特别有钱 你怕媳妇 是你怕媳妇家特别有势力 怕媳妇 相貌怕 媳妇特别漂亮 怕媳妇 可是 这三家 全部是这样 尤其是过于直 过的老爷这媳妇 一米骨的针两 二百四两公斤 火啊 哎哟 你看到这个三队这刘哲没有啊 把刘哲从肚子那儿砍一半 就是这媳妇 我这么一个眼 而且没事打不到花石招 就是这样 哎呀 脑袋上什么 少有花 茉莉花 玫瑰花 玫瑰花 再抓把枣子切到 哎呀 那就一个要便 她的媳妇也不知道怎么怕 可能就是爱情 而且这媳妇是非常能出主意 什么话都说 那么今天固女之后的老爷要在自己的媳妇当人之下 什么这段十五万大奇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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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